立法院长王金平丢出了先立法再协商的震撼弹 有人认为学生赢了 不过马总统说六月以前要通过服帽 这个跳票的机会很大 就连财经首长现在看起来也忧心忡忡 不过也有蓝营的立委并没有这么的悲观 他们认为王金平是在比谁的意识技巧比较高干 因为立法监督还有审查服帽的程序不同 服帽还是有可能能够在这个会期通过 南岸协议监督条例还没复委 内政委员会却被律委排成了公厅会 蓝绿炒成一团 目前监督条例还有十个版本 得经过协商之后再到立法院三读 六月要通过服帽可能会跳票 让财经官员各个忧心忡忡 预计经济整合的速度在加快 我们这边的任何的延宕都可能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产生威胁 服帽为什么这么重要 来看TPP是二个成员国 其中六个国家第一大贸易国是中国大陆 其中五个国家第二大贸易国也是中国大陆 今年年底TPP会谈完就要生效 而CEP明年也会生效 就怕两岸服贸的延宕 让台湾无法融入区域经济 台湾要走去或续的问题 影响都很深远 参加或者是去提出要能够去协商的机会都没有 这个对台湾的冲击太大了 骑脚拉车上波一样 你可以快也可以慢 但是不能停下来他会倒着退 而又如何化解服贸僵局 立法院长王金平抛出先立法后协商 不过也引发烂饮内讧 黄建平还说否则党团就该闭嘴 先立法后协商 其实因为立法监督和审查服贸的程序不同 服贸可在监督条例协商前审查 有可能同时并行也符合学运的诉求 王金平这一招宛如特技表演 比谁意识技巧高干 不过突然出招也让蓝亭 有人赞赏又认不满 记者综合报道